下午1点,周期新东加浮出水面,郭伟伦激动,球迷沸腾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还是发了各位朋友啊,能够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南兰最新情况 随着CV的第二阶段结束之后呢 中国南兰将会迎来十一赛第六个创武器 这次的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将会迎来两个队数,哈萨克斯坦队和伊朗队 通过整体实力来看,中国队应该是能够击败队数 但是呢,目前来看,球员们也是希望能够打动乔尔街围棋吧 因为乔尔街围棋接过中国南兰就别人之后呢 他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完成新楼球体 帮助中国队在世界杯中抢一张奥运会的门票 这也是所谓喜欢中国南兰球迷的一个共同愿望 作为中国南兰一个周期他的一些动向 让球迷啊,也是非常关注 因为周期自从与新乡队有矛盾之后呢 也是远走墨尔本凤凰队 这两年打球呢,时间并不是很长 出场时间也并不是很多 这对于周期的提升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们希望随着周期真正的获得自由身之后呢 能够加盟自己新一的俱乐部吧 在此前也是媒体报道出来了 周期呢,也是即将恢复自由身 他与新乡队的一个隔阂呢 也将会顺利的解决 周期如果加盟其他俱乐部的话 对于整个CV来说 也是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目前来看,周期加盟哪个球队呢 也是此前呢,最多家媒体报告 周期很有可能加盟也有领队 这样一个消息呢,已经传出 让球迷啊,非常兴奋 如果周期能够加盟浏览的话 对于整个浏览来说 将会士气大正 因为在内线方面 韩文军日益老去之后呢 可确实在5号位置上周期能够火速的吃热的话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对于浏览队想要成为一个王朝来说 也是一个重任的砝码吧 目前来看 如果周期真能够如媒体报道那样 加盟浏览队的话 作为球队来说 将会在整个CV中成为最大的动物认为 不管是广文军队还是上海队 想要去浏览征观的话 可能性啊,变得越来越低 我们目前来看 还是需要静等官宣吧 作为郭予伦来说 也是非常激动 因为他们两个人从小都认识 而且呢 一直在一个球队训练 不管是熟悉程度 还是磨合程度 都是非常熟悉 如果周期加盟浏览的话 郭予伦自然是非常高兴 郭予伦也是非常希望 能够帮助浏览 获得很多冠军 有了周期的加持呢 这个愿望很有可能实现 作为浏览球迷来说 彻底的沸腾了 但是呢 这件事情呢 目前还没有给观景论 我们希望呢 周期能够慎重的考虑一下 自己的职业生涯 争取能够在职业生涯的黄金期呢 拿到一个大合同 帮助中国男人 包括自己心里的俱乐部 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吧 让我们一起为周期加留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